甘肃酒泉有玉雕手艺人 融合巧雕技艺 创作翩翩起舞的飞天 一起去看看 飘日透亮的飞天造型 栩栩如生的山水玉石 甘肃酒泉这间玉石馆里面 玉雕手艺人李鹤平 正在工作台前面 仔细打磨专事女作品 50岁的李鹤平自幼喜欢画画 后来比色彩鲜艳 质地温润的酒泉其实吸引 慢慢有转言玉雕的想法 十几年以来 他几乎是自学技艺 摸索出一套自己的雕刻方式 巧雕又称为超式雕 即是利用玉石的颜色和皮色 融合到创作题材之中的巧妙手法 身处敦煌飞天的古里 伸之万妙的飞天侍女 是他最喜欢创作的类型 李鹤平说每一块玉石的原料都有独特的色彩 所以每一尊偏偏起舞的飞天都是独一无二 并且无办法复制 无线电视记者賴君瑞报导 照顾特殊儿童的家长比常人承受更大的压力 西安有心理医生举办聚会 被特殊儿童的妈妈聚首一堂 分享包容和爱 他们都是特殊儿童的妈妈 这一日受西安心理医生赵婉宁邀请 参加一场特殊儿童家长的聚会 透过各种小游戏深入交流 家长开始释放职压已经很久的情绪 有些更加讲到声泪俱下 我第一次参加类似这样的活动 然后通过这个活动 我真的感觉到一种让自己精神很放松很舒缓 我之前体会的不是很深刻 因为今天很多一起来的朋友 也都是跟我们算是同道中人 很多家长彼此的经历可能也差不多 所以更能感受到我们之间 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爱 曾经是疑科医生的固紧 为了帮小朋友医病走遍大江南北 更加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和理想 心理医生甚至特殊儿童的妈妈 往往承受着来自家庭 经济和治疗等各种压力 精神长期绷紧 对于他们来说 非常需要的就是团体支持 有一个最大的声音就是 我不是孤单一个人 我是有组织的 有这样的家长的支持 他们能看到低龄孩子的家长 面对的状态 同时低龄又能看到高龄孩子的家长 现在的一个世人和能够接纳 也有一个力量和支持感 勇敢地往前走 赵婉宁说 举办特殊儿童的家长聚会 是希望他们能够多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 通过语言交流和身体接触 减少负面情绪 感到轻松和快乐 无线电视机者彭建华报道 中欧领导人视镇峰会今天举行 外界关注欧盟能不能够推动 中方不好军事支援俄罗斯 或协助俄方规避制裁 国家主席习近平 总理李克强将会分别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 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会晤 是两年以来 中欧领导人再度举行峰会 正值俄乌战事爆发 有欧盟官员就说 会议非常关注中国对俄罗斯的取态 警告中国如果向俄罗斯提供协助 不单止损害国际声誉 也会打击中国和最大贸易伙伴 欧洲和美国的关系 中欧投资协定 已经因为互相制裁而陷入停顿 会议也会商讨应对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以及人权等的议题 我们再有地方放宽楼市调控 福建省住建厅公布指导意见 即日开始 当地职工买楼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 用来支付首期 减轻置业人士的资金压力 福建省的福州市早前也放宽限制 容许非户籍家庭在五成区买一个单位 但仍然继续限仇 英国和美国分别发表报告 说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持续被削弱 特区政府说 坚决反对外国通过各种报告 作出不实和荒谬的指控 外交部驻港公署警告英美两国 以任何形式来干预香港事务 最终会一败涂地 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去年下半年的香港报告 说内地和香港当局持续有系统地侵蚀中英联合声明 承诺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 报告又说 实施不够两年的港区国安法 压制反对派并且将疑见人士定罪 在香港行政立法机关 民间社会和传媒的疑见声音几乎全部绝职 而美国国务院的新一年度香港政策报告 说北京当局采取行动 削弱香港反对人士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 并且将批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和平政治言论定为刑事犯罪 阻止未经北京批准的政治团体参与选举 对司法机构私家前所未有的压力 并且扼杀学术、文化和新闻自由 损害香港声誉并且削弱竞争力 香港特区政府发声明强烈反对这两份报告 说国安法的实施、法治和司法独立仍然是稳如盆石 社会也都游乱转治 市民继续享有集会、游行等基本法的权利和自由 强调执法部门的执法行动是根据证据和依照法律 与政治立场和背景等无关 又形容本港传媒环境依然蓬勃 传媒在不违法之下仍然可以监督特区政府工作 评论甚至批评政府施政 外交部驻港公署严厉谦谐谏设英美对香港事务指手挖脚 诋毁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强调英美无论是打BNO牌、法官牌、制裁牌 还是炮制各种操制滥造毫无公信力的法案和报告 都是注定徒劳无功一败涂地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也批评报告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中方制定并实施港区国安法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只会加强香港的法治建设 更好维护香港民众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武斯尼斯记者卓越文部 上海第二轮分区封控凌晨3点在浦西开始实行 一共1600万人需要接受核酸检测 至于原定清晨解封的浦东、浦南和附近区域 需要执行分区分类、网格化管理 如果屋苑出现阳性个案 需要额外封闭管理14日 浦西凤区第一日 一大早早市民就排队等做检测 平时兵满游客的外滩都变得冷清 只是见到防疫人员和警员 马路上也极少有车行驶 如果见到不是防疫的车 警员会折查并检查有没有通行证明 上海新增超过4500宗本地感染 当中大部分列为无症状感染 今个月累计超过3万宗病例 市民政局表示 第二轮分区封控会吸取浦东的经验 推出上满收垃圾 医疗需求配对等的服务 至于首批封控的浦东、浦南和附近区域 部分小区无办法如期解封 而星期六零时开始 所有离开上海的人 除了要出事48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亦需要提供24小时之内抗原检测阴性证明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宁报导 内地新增7229宗新冠病毒本地感染 新增个案包括1787宗确诊 和5442宗无症状感染 当中吉林省新增超过2200宗本地病例 省委建委说当地已经启用22间方仓医院 提供超过3万张床位 江苏、福建和黑龙江等地都有新增病例 而近日出现零星个案的海南省 海口市和三亚市宣布 中小学、幼稚园即日起庭货 三亚市室内娱乐场所即日起庭业三日 在安法举行的第三次阿富汗轮过外奖会结束 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支持阿富汗人民当家作主 并要求阿富汗当局采取更多措施 和恐怖势力或清界线 阿富汗代表敦促美国 立即解冻阿富汗的海外资产 第三次阿富汗轮国外奖会议 在安徽团契举行 国务委员兼外奖王毅主持 巴基斯坦、伊朗、俄罗斯、塔吉克、 土库曼和乌兹比克六国外奖 或代表出席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市长 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发表书面支持 说阿富汗正处于 犹乱及治的关键时期 强调中国一贯尊重阿富汗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致力于支持阿富汗实现和平稳定发展 会议总体肯定阿富汗 临时政府半年多的施政努力 并发表联合声明 重新尊重阿富汗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 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国家前途命运 并确保领土不被用于威胁鄰国安全 会后也发布阿富汗鄰国 与阿富汗的联统 无事不搞封闭对立 倡导开放包容 王毅之后也主持了阿富汗鄰国与阿富汗临时政府首次外长对话会 王毅强调敦促国际社会 不可以因为关注乌克兰问题而忽视阿富汗问题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就表示 美国长期损害阿富汗政治经济主权 瘡黄撤离时销毁破坏设施 令阿富汗面临极大困难 敦促美国立即解除对阿富汗海外的资产冻结 无线电视记者一样都会报导